我最近這個新上市手機裡面 也聲量很高的就是Sony了對不對 開箱 今天Sony這是哪一支 在我們現場 XD 這是Xperia XZ2 對 那也是昨天下午才剛發表 是嗎 我們看這個手機 覺得它好像不是SR 是這樣子 那是Kiss可以講的嗎 沒有 小續講的 其實這個設計元素 因為目前其實很多手機 都已經改成這樣的方式 那這樣子趨勢 但是最主要第一個是 握在手中 好握 因為它曲線的關係 所以你握在手中比較浮貼 我拿了一支HTC 不是 Kiss在講的 最重要我覺得一個最大的目的是 無線充電 因為採用這種玻璃材質之後 它做無線充電 就可以很方便的感應到 就是為了讓你有更多便利性的 對 所以它加入了無線充電 所以它就應該也會很耐摔 沒有 因為之前是金屬被蓋 所以它可能沒辦法做無線充電 金屬沒有辦法做無線充電 也是改成康寧大猩猩的玻璃 這個千萬別摔 對 這個雖然很貴 耐刮 但可能摔就不要了 所以還是要正常使用 然後它們原廠也出了 這個無線充電柱 它其實是有支援快充的 就是它的原廠無線充電柱 它是可以快充 它是可以在一個小時 充50%左右的電 那以無線充電來講 它算是滿快的 對 那這個外型的部分 就剛剛大家可能有點說 似曾相似的元素 過去其實 Xperia系列它強調的是一個 比較平衡的一個方正的設計 那這次的設計語言叫做 Ambient Flow 就是它是模擬 就是水滴滴在表面上的一個弧面 那這樣的設計其實就是 除了視覺上好看之外 剛剛有提到就是手感上面 它是比較服貼我們的手掌 所以握在手中 其實感覺是比較舒服 顏色也很漂亮 這個顏色超漂亮 那這次的話 這個SE2它有四個顏色 那手中這一個是 它是綠色 藍綠色 但它其實比較是藍綠色 對 那因為以往其實Sony的手機 它的調色都是比較宇宙不同的 對 那這個顏色其實也是滿特別的 你可能在其他家的手機 你是看不到這樣子的 對 就是雖然外型看 用照片看 可能Kiss Play會覺得有點HTC的感覺 但事實上看到 它有Sony式的質感 它還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它顏色每次都調得非常的好看 對 超有質感的 就是要看到實機 你會發現不太一樣 那照片真的不一樣 那它的功能呢 功能厲害嗎 這次它其實 除了外觀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它螢幕 它也改成是18比9的螢幕 所以它的螢幕是比較狹長的 然後它是FHD Plus 它解析度是比原本的FHD再高一點 它是2160x1080 那這個螢幕看影片算是滿不錯的 那以往其實Sony它本身的手機 就已經有雙喇叭 那它這一次其實有在做強化 對 在音量的部分增加了這個 增加了這個20% 然後另外你可以看到 這個喇叭的 我們可以放一下影片 就它的喇叭其實音效算是滿好的 這個也是目前Sony旗下裡面 聲音最大支的一支 對 真的嗎 所以適合你用 適合對 叫這種長輩我就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就是老婆在後面叫你半天 都叫不到的那種 它這個環繞的效果很好 它就S-Force環繞音效 對 是滿立體的 好想來PK一下 真的嗎 來...直接PK... 因為S9也有雙喇叭 對 我們來聽聽看S9 我們來看看Galaxy的 對 這個也算是 剛才聰哥講的 好 我們請Sony安靜 先等我一下 我們先把Sony關掉 然後我們來聽聽看 對 我覺得風格有點不太一樣 對 風格不一樣 它整個立體聲也不錯 對 那這次S9它其實也強調 它音量也要比前一代更大一點 對 因為之前是做了防水 所以其實音量稍微是比較小一些 對 其實防水 對於那個聲音發出去的那種感覺 是非常不好 因為它血要把它遮蔽一下 對 它讓水進不去 相對也讓聲音出不來 對 聲音出不來 這可能要有所取捨 對 必要之二 對 然後這個XD2 它這邊它有一個滿有趣的功能 就是它除了音效好之外 它還加了一個叫做 Dynamic Vibration System 就是音廷可以來試試看 真的嗎 我要去做什麼試試看 你在播音樂的時候 它其實下面這邊會有一個震動的感覺 它會跟著音樂剪拍 會有震動 就是感覺像是手機有人打電話來 有點微微震動 可是它的震動是跟著音樂的頻率 對 它會整整整它的節拍 重點音的時候 我的手是有被震到的 那這個震動功能也是 Sony自家的PS系列的手把的 這個震動技術 等一下 可是一邊看這個一邊 你會拿著手看然後震動到幹嘛 沒有 但是你在玩就只有這附近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就會很有感覺 對 其實玩遊戲 其實對手來了 音樂加重了 他就震了一下就 玩得更帶勁 格鬥遊戲的時候 在打的時候 那個手就跟著震動 有點像玩遊戲遊樂區的感覺 對 你看得出來 我剛才被說是老人家 我有點不太服氣 你是老人家 開玩笑 開玩笑的 所以它其實有些細節有做到 因為它其實這次它就定位自己 它希望它能夠把這個手機打造成是 在娛樂方面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它其實Sony自家也是 它有很多不同的娛樂的內容 那包含它在聲音方面是很強大 那現在又把這個震動元素加進來 它不是有那個自拍掃描功能也還蠻厲害的 那其實之前的手機就有 那... 不好意思 有廣告 那它現在的話 其實就是連前鏡頭它也加入了那個 3D掃描功能 它好像就可以把人臉建成一個模型 立體模型這樣 之前是只有後鏡頭 所以它就是對著你的臉 然後又3D 這是剛剛聰哥講的嘛 就是今年的重點 標配 標配的重點 然後另外的話 它還主打一個功能 就是它是全球手支具備 4K HDR錄影功能的手機 對 因為其實像這螢幕本身它就有HDR 那別家的品牌像S9 它本身螢幕也有支援HDR 那過去我們需要享受到這個效果 我們可能只能從其他 比如像Netflix它有開放 有開放很多HDR影片 可以延伸出來的播放 對 但是其實你自己就沒有 但是它現在就主打說 我的手機 我就可以直接拍4K HDR的影片 Sony的攝影真的超強 對 那倒是真的 以目前的手機來說 其實Sony的錄影能力算是非常強 因為小旭就針對Sony跟其他品牌 一起做過錄影的實測 同時同個時空背景 然後同一個手機的支架 然後就一起錄 然後它就是效果跟穩定性 效果超好 真的是還滿好 這是它的強項 而且這一次它拍照 除了剛才講的 它是全球第一台4K HDR錄影的手機之外 其實它這一次在感光度的部分 不管從拍照到錄影 其實都是目前應該說 手機業界裡面是最強的 目前它已經是ISO12800 那它現在在MWC的期間 它也公開 它目前正在研發 希望拍照最大可以到ISO5120的 那這個其實可能 已經遠遠超過很多的單眼相機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 還是要實拍才知道 因為其實那個ISO 稍微高一點點 整個畫面就啪 噪點 變粗 這到我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我們都以為你給我到位 然後但事實上我拍出來的效果 有時候規格是一回事 但是這件事情要看正反兩面去看 因為你雖然說顆粒會變大 但是因為它的感光度變這麼高 所以換句話說 你就算在全黑的環境 某一支手機拍出來 可能是完全黑的 黑的純粹 對 但是另外一支 因為它的感光度夠高 可是可能在黑暗的環境裡面 它還拍得出東西出來 即便顆粒出 但是至少看得到影像 所以你要要來拍什麼 就是 偷拍 沒有啊 夜間當行車紀錄 或是發生糾紛什麼 下來錄 那個都很重要 有時候還是需要 完全沒有光線的狀況線 有時候沒有光還是需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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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